陸地上我們應該有什麼世界上公認飛行最慢的鳥 最慢的鳥 它叫做美洲秋菊 美洲秋菊 應該秋菊還是秋菊 這個看你們怎麼唸 這個字還不好寫 菊子的菊加一個鳥 這個東西美洲秋菊還是菊 我也不知道 我不是唸中文的 所以我中文很爛很爛 不知道美洲秋菊還是美洲秋菊 我也不知道 飛最慢的是這個鳥 這個鳥它是小小的一隻 這一隻鳥大概才28公分 我就覺得這個真的 以後土豪老師會盡量想辦法在上頭上的照片 讓你們看到這些生物大概長什麼 因為它長得蠻可愛的 小小的一隻28公分 跟土豪老師手長差不多大 短短飛飛胖胖的一隻鳥 美洲秋菊 它算是一種候鳥 然後呢 它的速度飛得有多慢 它每秒鐘飛兩公尺左右 每秒鐘飛兩公尺喔 兩公尺大概什麼 就是一小時 大概是飛五到八公里左右 一個小時 以鳥類來講非常非常的慢 基本上你跑的都比它快啊 它每秒鐘才移動兩公尺 我的身高就已經一米八 我走兩步就已經比它長了對不對 所以你要抓它很容易 唸玉嗎 啊玉喔 欸對 它應該是唸玉耶 玉棒相爭的玉耶 天啊 我國文已經爛成這樣了 喔這個魯蛋謝謝你 對它是玉棒相爭的玉 美洲秋玉 對對對玉 難怪我就講了 為什麼今天我在那邊查 我想說它到底要唸橘 還是唸絕 找不到 喔唸玉 對對對對對 玉棒相爭的玉 可是中間我們那個成語 玉棒相爭的玉應該不會是指這個啦 因為那個我記得那個圖畫還蠻大隻的那個玉 喔對它唸玉 玉玉玉玉玉 學到了學到了學到了 唉真是 真是三圓形必有我師啊 喔來這邊還能夠學你這個 對它是玉 好那這個東西就是我們說是飛的最慢的鳥 小小的飛飛的很可愛 然後飛的很慢飛的很慢 要一秒鐘飛個兩公尺 喔一分 對一秒鐘飛兩公尺 所以這個很好玩 美洲秋雨 它公認是鳥類中間飛最慢的公認啦 那當然啦 有一些鳥不會飛啦 像鴕鳥不會飛 所以就沒有什麼好 好說什麼 它飛的慢飛的快 那會飛的來講 它飛的算最慢的 好 玉